俗话说的好 来南京不吃蛋魂 那就是个混蛋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南京的蛋魂汉堡店 然后我点了一份夏威尼牛宝 然后它最上面是一个单面煎蛋 然后下面是一个芝士片 然后再加上一块安格斯牛肉饼 里面有一块培根 配上标准的夏威尔菠萝 它里面那个酱 用的稍微酱 然后配上菠萝 这个就是会更加的酸甜 然后菠萝也是 烤骨的菠萝它会非常的多汁 然后它这肉饼炒得也非常好 吃起来非常的爽 我们现在来到丰博高坎 然后我们点了一个这个武汉团 我里面加的老油条 鲤蛋还有肉松 然后还点了一个这个赤豆元宵 这武汉团它非常多 然后里面的老油条也炸的很脆 搭配着这个一起吃吧 现在我们来到鸭的宝 然后我们点了一份这个全套的鸭粉丧 这位老鸭粉丧的用料非常的丰富 然后里面的鸭血啊鸭肠啊 还有鸭肠 都做得非常的嫩 粉丝呢也非常的有弹性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现在我们来到的那个鸡鸣汤包 我点了一份这个鸡汁小鸭包 然后这样一份6个是14块钱 它是小的花嘛 鸭非常的薄 然后里面的肉很豹满 然后那个鸡汁带一点的 带一点点那个甜味 然后再配上这个鸭的酸味 这个搭配非常的满 下面是南京李师傅 为我们制作的这个黄金脆皮煎饺 配上这一份红烧牛肉刹锅 这个煎饺里面的馅很脆 然后里面的汁水 刚好我一口牙一口 直接就爆出来了 然后外面那个皮 炸的也是非常的脆 这个牛油已经炖的非常烂 然后也非常的入味 越烫嘛 它就是带一点辣的 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爽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鸡本鸡蛋汉堡 我们就点了一份它的这个招牌 就叫基本一件汉堡 十块钱一份 然后它这个跟我们看的汉堡不太一样 它里面是撒这种辣椒和自然的 用两块蛋饼 代替了我们以前吃的那种汉堡的面包 然后中间一块肉饼 然后吃起来这个肉饼 还是挺鲜的 传说中的爱马仕炒饭 那我们来看一下 红烧肉三高豆炒饭 然后我们今天外加里朋友们猪耳朵 这个红烧肉它肥瘦均匀 肥药不腻吃起来 非常的下饭 这个炒饭搭配着这个三高豆丸 我还是真的是第一次吃到 然后口感是 不管是口感上还是口味上 都是挺新奇的 就是炒饭里带着一点酸酸的 一般炒饭是那种用的酱油这样子 就是感觉好像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它这炒饭应该是拌了那个 红烧肉那个汤汁一起炒的 所以才会这么香 然后不像这个猪耳朵 在红烧肉三个还有那个酸豆角 三样东西一起吃 那个满足感真的是爆棚 从来说这个爱马仕炒饭 它还是就非常大的惊喜的 然后它的口感味道 都是在上等水平的 如果大家来南京的话 还是非常推荐来试一下这个炒饭 刚我们路过那个小镇酥烧饼 然后就买了一块梅干菜的烧饼 这个烧饼盘 它那个里面杏料稍微少了一点 就感觉吃不出梅干菜的味道 比我感觉一般吧 这个是那个蓝老大同州红 我们来试一下 我觉得它这个黄片 顺着还不错 就没有那种很破的感觉 这是我们刚刚买的那个鸭油酥 也是南京的一大特色吧 它是用鸭油烤制的 我们来尝一下 我买的是一个甜味炒饼 然后里面就是有点过甜了 然后鸭油的味道也不是特别重 因为有可能它不是那种现场烤制的 有点冷酱了 我们把这个的烧饼盘下来 在这边的那个鸭油烤 这里还没有那么多 多化了 那么多天 是的 不是很大的